请问在讲座中提到梵音 我们的佛经也是梵文翻译过来的 为了感通佛菩萨 我们是否需要持梵音密咒 整个佛经的阶级 从语言体系 一个是巴黎文体系 一个是梵文体系 那巴黎文体系主要是南传佛教的 小圣经典是用巴黎文 再到传到汉地的大圣佛经 大部是梵文 那梵文翻译 它有它特有的这种句法结构 还有它有一些词语所表达的 那种内涵 汉地规定的 比如像波如这个内涵 那我们汉地就没有相应的词来对应 所以只能就不翻 就梵文直接过来 但是是不是非得要执着那个梵音呢 佛的心是大圆性子 佛有六种神通 佛有天耳通 佛了解一切众生的语言 我们就不要担心这个问题了 原来常常有人提问 这个念阿弥陀佛 到底是念欧弥陀佛 还是念阿弥陀佛 好像非得要有个标准答案 但我们一般还是念阿弥陀佛 阿字音 是法界的声发音 这个梵文的这种阿字 是代表不声意 不声就不灭嘛 无声嘛 就是那个无量寿的灵嘛 空嘛 华年会讲42个字母 包括大波日经也在讲42个字母 有的会说42个字母 代表菩萨42个位置 那阿都是放在第一位 念证阿字 可以进入波日波罗密门 阿字含色42个字母 一级一切 那华言42个字母的畅念 也有它的传承 它的讲究 也有它的奥秘 但我们对这个阴神之道 不是太专业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基本认知 比如念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南无阿弥陀佛 实际上就是泛音过来 它没有直接翻译汉文 南无也是多意不翻的 这个南无这个字 它有多重意思 有礼敬的意思 有恭敬的意思 有闺蜜的意思 有闺蜜的意思 有救我的意思 那有这么多意思 到底你选择一个意思 可能就丢了其他的意思 于是五种不翻 就有一个多意不翻 但是现在人 在早期那个魔的音 就是那个无 那你不要用现在 拿无阿弥陀佛 有很多导游一到试验 南无阿弥陀佛 他就会说 这个你们知道吗 南边没有阿弥陀佛 西边有阿弥陀佛 他就忘闻生意的说 南无阿弥陀佛 阿弥陀 阿弥陀佛 它也是梵文 无论哪个国家念六字佛名 基本上都差不多 因为它就是梵文 你就理解 南无阿弥陀佛就是梵音 就是无上咒 大神咒 大明咒 无等等咒 叫总持陀罗尼 那其他的 你这个音 你不要担心 你只要内心 动能念头 赋予这个音什么意思 佛都会知道的 不需要你做很多的文章 因为佛有他心通 他心通就是 你对一个音声的 赋予的意义 实际上你没有说出来 佛就知道了 这就是他心通 所以你就不要站在 我们凡夫很浅漏的理解 和凡夫的知见 来琢磨什么东西 我们感通 佛菩萨的 慈悲的妇佑加持 就当下这一念 制成心就可以了 语言上 无论是什么音 没有问题 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知道 这是念 法藏菩萨成佛的 一尊佛 念阿弥陀佛 也是同一尊佛 不可能你念 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 变成两尊佛 那你念 阿弥陀佛 他也知道 就是念西方极乐世界的 大慈悲父 我们都是很有分别的 佛内里 是没有分别的 佛法不离世间觉 这句话是说佛法包含世间法吗 那如何看待世间的厚黑学呢 弟子在世间深砍社会的现实 与平常人的无奈 如何用佛法的智慧 面对生活工作的违缘困境 弟子也崇拜王阳明哲学 但并没有理解他的悟道 与良知如何具体面对社会和内心的黑暗 弟子在家念佛 不大可能念得进去 若每月或隔月来东宁市参加金行 这样所获得的利益 与定时在家做功课所获得的利益一样吗 佛法不离世间法 或者佛法的觉悟就在世间法当中可以觉悟 这是大乘佛法的一个基本的理念 何为佛法 所以一定要了解波瑞系经典 世间的一切法都是梦幻抛影 都是虚幻的 都是不真实的 你能了解世间法缘起性空 性空缘起 当下你就理解了佛法 佛法可以觉悟世间法的本质 可以提升世间法的境界 最后令我们以世间法作为一个跳板 得到解脱的彼岸的利益 世间人包括我们自己 有无名 有贪嗔吃慢鱼的烦恼 如果没有闻到佛法 不信因果 他一定会放纵自己的烦恼 造作足多的恶业 这个无作恶事是我们每一个 在造厚黑的烟 你不要指责别人 我们每天也在造厚黑的恶业 造成这个事件 每个人都有责任 所以我们要生惭愧心 生忏悔意识 在这里体会佛法的妙处 要把厚黑变成光明 所以这就谈到王阳明的哲学 王阳明的心学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体系 他一定是知心合一的一个真学问 那王阳明农场开悟之后 他在对现实的一切 他是能够用得上的 不是打神两劫的 比如他在搅土匪的过程当中 他说句话 搅山中贼意 搅心中贼难 你去围剿山中的贼 他都很有计谋 一下子可以给他解决 有的是采取直接的严惩 有的可以招安的方法 那心中贼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 这是很难的 这是一切修道人 面对自己内心的烦恼黑暗 你用什么办法去解决 这个不解决 你本有的良知是不能现前的 你就体察不到这个成明至善 这样的一个职中的境界了 所以一定要完成一个 格物自知诚意振兴的 这个内圣的功夫 我们本有的良知光明才能现前 那王阳明他能做到这一点 打仗是面对强敌他能够取胜 他更难面对的是 他取得成功之后 朝廷房地旁边的人 对他的嫉妒 各种残言甚至陷害 他有时候都很无奈 有一次他就看到一个孔 恨不得他把自己的父亲背上 钻到这个孔里面去永远不见 他要面对很多棘手的问题 但是他还是要谈忠孝 还是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践行他的良知 所以他就把这个悟道 这个传道作为他的使命 去完成这个文化建树的工作 那王阳明光明坦荡 他临终的时候 是在南方搅毁回来 他准备回故乡 中途病了 他的学生去看他 他问这是什么地方 青龙埔 王阳明说 我去 我要在这个地方去 他的学生问 先生你还有什么话要付足 王阳明最后说的一句话 是 我心光明何复言 我的内心光明 还需要语言吗 所以王阳明还真的不是一般人 一般的人临终的时候 定的教股 教爹教娘 两眼一抹黑 不知道到哪去 他是我心光明何复言 所以这些大闲之人 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那在家念佛呢 不大念得尽 这是常态 因为家庭的氛围啊 它就是聚家过日 又有电视 又有电话 又有这个 刚念几句 忽然电话铃响了 你就接电话 好像电视又很精彩 看半个小时电视 很难念佛念下去 到时候又有这个敲门 那个敲门 所以在家念佛 早上或者晚上安静的时候 专心致志地做定课 然后每个月来东宁寺参加精行 这个念想很好 东宁寺每个月有佛奥 马上就要开始了 十二到十三 如果在座的主委还想多留几天 可以参加一个佛奥 一天念十二个小时 我们是倡导 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 一气哈尘 你不要离开念佛堂 早餐已经吃了一顿了 中餐就免了 这样一气哈尘念 得到的利益肯定是很好 由于讲功夫成变了 纪念相继 要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一心就是这个佛号 这叫做为奸为一的功夫 我们一年还有两次昼夜进行 那这个挑战性略微大一点 就是二十四小时 你能不能做到不出念佛堂 一气哈尘把它念完 大部分人觉得很有挑战性 那这些不在于你的身体强壮 是否年轻了 往往八十岁的老居士 能走得下来 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走不下来 这是要靠信心的 所以你专一的在一段时间 万元放下 一念单题 专制念佛 比你平时闪念的效果 一定会好的很多 欢迎大家参加东宁市的佛号 乃至于二十四小时昼夜进行 哈 南无阿弥陀佛 时间到了 当今时代是一个执着色的时代 从九零后 零零后 日常娱乐 追心就可见一般 除了男女之情 还有同性之间的感情 请问 释迦牟尼佛对同性之恋 是否有相关开示 本次下定云主题是福慧人生 请从同性恋者 应当如何获得福慧人生 能否进行开示 执着色的时代 确实也是很悲哀的时代 这个魔王波群很高兴 一切的众生追求色欲 五欲 越追求的魔王越高兴 没有一个能摆脱他的魔掌心 没有一个能离开他的魔戒 这就是五浊恶士的真实情况 佛菩萨看得很痛心 所以要讲经说法 要开导众生 你不能助魔子魔孙 礼记 讲众生有这种欲望 你一定要有礼的堤坝来约书 礼义 道德就是堤坝 没有这个堤坝 这个欲望的水就泛滥了 风水患滥了 害了自己也害了社会 所以这个男女之情 在鲁家圣人看来 涉于饮食是人之大欲存烟的 所以就建立婚姻了 家庭了 你看周易有很多事 对于五轮关系 夫妇关系 男女之情的一种礼仪上的约束 做了很多的开险 所以一定要符合礼的精神 欲不可重 自古以来 亡国 破家 上身的 都是由于重欲 那同性恋的问题 在佛的戒律当中 是持否定态度的 异性恋还符合一点 人的一种情感的取向 同性恋 你的性取向就出了问题 偶遇大师在《范网经柱》里面 也特别谈这个问题 这个人的寿命 原来是慢慢的到五千岁的时候 那忽然出现了同性恋的情况 人的平均寿命 断崖式的缩短到两千岁 说明这个后果 因果很重 有些国家和地区 也把同性恋合法化 我们不知道 同性恋者到底是什么心态 但这种行为 肯定是不好的 那不好 它又有这种利力 比如男男和女女 这个女的就喜欢跟女的在一起 男的就喜欢跟男的在一起 他就觉得就很幸福 这都是众生的利力 可能你上一辈子就是一个男的 今生转为女的 于是你就对女人感兴趣 她的习性出然 但既然是同性恋者怎么办呢 其实他在社会上 大家对这一点 不一定会很宽容 所以据说有的同性恋者 为了掩盖自己 干脆他也找一个异性 建立家庭 是假装的 然后真实的就是 他是同性恋者 最好是找两个都是有同性恋者 建立一个虚假的家庭 然后各干各的 但这个他双方都有父母 父母可能也想以传种接代 如果有这种要求 你又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从中也感觉到 我们这个世间众生 真的是很可恋 为什么就纠缠在这个感情的 沼泽地带里面 达不出来呢 越陷越深呢 人就需要这个淫欲吗 为什么各个宗教都反对同性恋 它是有道理 不邪淫 包括出家人的淫介 就是既包含着异性 也包含着同性 你犯了都是犯的 犯的根本 所以这个还是要建立正确的认知 然后想办法 用一些方法 对峙这个性取向的错位 回到大家伦理道的认可的 男女异性的性取向 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不要 试管婴儿是在造作重大杀耶吗 其过程是女方娶十个到二十个多 并培养成披胎 大和尚开示过 能成功的实验会有光 神识落胎 医生为保证成功率 培养尽可能多的披胎 正常只有一二个孩子出生 其他都会被处理掉 请问在佛法看来 是否犯杀身重罪 生命的胆身是因缘合合 这个因是来自于你有中因身头胎 就是巴失 那缘就是父母的交合之缘 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尤其有的夫妇不能怀孕 就在于众生的缘太疏了 没有这个神识过来 那有的缘很深 他随便同向皇就怀孕了 过段时间又怀孕了 他是跟缘有关系 所以现在四管婴儿可能是面对那些很难怀孕的夫妇 有这么一个医学上的便利 也确实好像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 就有四管婴儿的诞生了 确实光是有精子和裸子放在一起 它是简单的放在一起 是不可能构成生命的 它一定要有那个环境 再就是有这个圆 这个神识过来 就表现为它可能有数光过来 当有光过来 精子和裸子这个因缘已经聚在一起了 这就是坐胎 坐胎就有一个期两个期 叫十约怀胎的过程 那哪怕是神识过来 跟精子裸子的融合 成了一个凝滑的状态 实际上它从七天就可以开始说有生命了 以后谁说在母体当中吸引各种营养 它慢慢的这个期胎就会成长 是这样的过程 关于这个堕胎的问题 实际上就计划生育以来 这个问题是我们很大的问题 所以很多的妇女学佛之后才知道 她堕胎是有杀生的 原来她都以为是一个物质现象 无所谓 这里面确实堕胎的女人都会有种种不好的情况 得病的概率会很大 堕胎越多 她的身心的戕癌将会很大 尤其她等于亲手杀自己的亲生的子女 这个业骨都是很大 这也是共业 原来我看一篇文章说 有一个人写她的丈夫的母亲 是一个天主教徒 接生技巧很好 深受欢迎在一个大医院 结果从八十年代以后 计划生育就转为了要堕胎了 她就不想干这个事 由于她的宗教信仰 不允许她做这个事 说我的伤手是为接生命而存在的 要杀害生命堕胎她不干 不干之后医院就给她处罚 她宁可受处罚她也不干 最后被开除公职 她也无怨无悔 就去做减破难的事情 来养活殖民 可能这也叫其善之家了 她的侄女就很会读书 都考上重点大学 以后晚年把她接到家里 她有一个幸福的晚年 她不杀生 但是大部分这样的医生 可能取忠于时代的局限 都做这个事 都这个事在她身上是有反应的 前些年从外地来了一个女居士 那一看十个手指头 指甲都是发黑的 走路摇摇晃晃 一看这个整个的样子很不好 最后她就说 她是就是医院堕胎的 在妇产科 剁了很多的胎 结果身体越来越不好 所以来东宁寺闭关是来消灭着 所以她在官方非常精进努力 忏悔自己堕胎的杀业 念得很好 出来之后 乱了一个人样子 指甲也不黑了 原来还是佗座被样子 现在也升职了 满面宏光了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佛号让她消灭着 所以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尊重生命 生命是从第一个七点开始 请问为何大德少有女性 你提这个问题倒很有意思 说明你还有点反省能力 你在娱乐场所舒张打扮 可能大部分都是女的 但为什么到了城市很高境界的时候 女的很少呢 女人有她自身的局限性 烦恼比较重一点 孽障比较重一点 你这个结论 你去看大爱道比丘尼经 把她看明白了 你就知道 为什么大德少有女性 但是女性也不要自卑 女性仍然有佛性 尤其末法的时候 女人更精进 而且从大乘佛法说 女人和男人 不在她的相上来分 大涅槃经有句话 能够闻大乘佛法 把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的人 积为男人 如果男人发不起 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也是女人 若灵命中时 佛菩萨现前 怎么判断是真佛菩萨 还是冤情债主变现的呢 如果阿弥陀佛没有来 而观世音菩萨来了 该不该跟着走呢 对于一个 身心切愿念佛的人来说 灵命中时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现前 这是跟他的 因地念佛和古上佛现前 是因古相应的 应该理解为是 真的是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因为这时候 冤情债主是没有胆量 也没有这个能力来变现 当然阿弥陀佛来了 跟阿弥陀佛走 没有问题 现在你提了一个问题是 阿弥陀佛没有来 观世音菩萨来了 该不该走 那应该说 观世音菩萨来了 也是可以跟着走的 观世音菩萨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 后补佛墨 也就是念大悲咒的人 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 都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不会往生到其他的岔土 甚至大师智菩萨现前 也可以跟着大师智菩萨前往 观经里面讲到 不仅仅是念阿弥陀佛 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也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乃至于念大师智菩萨名号 也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看你跟哪个佛菩萨 更有缘分 但证实的这个 还都是念 南无阿弥陀佛往生的 兼待观音世音菩萨 也是可以的 所以佛法 它是广大的 是元龙的 你不要 这个学法 就怕把这个法学死了 如果你一直说 唯有阿弥陀佛来了 才能往生 观音菩萨那就不行 那你讲这话是不对的 甚至是要自无误人了 西方三圣本质上就是一个 有机的整体 观世音菩萨代表阿弥陀佛的 慈悲的一面 大师智菩萨代表 阿弥陀佛的智慧的一面 这种悲智商运 你慈悲和智慧修到极处 就是阿弥陀佛 无量光色 菩萨为因众生为果 凡夫活在世间 该如何把握二者的度 譬如给树浇水 因不知树的习性 过度浇水 至树亡 而此树带来的一处随之消失 此时为善因 缺果却未向预期而现 该如何对待 菩萨为因是由于菩萨生知 你的动机是一定会有后果的 所以复念他的动机 在评判那个罪服责任的过程当中 佛教特别会重视动机 动机就是你现前一念的心 存的什么心 如果你没有存这个心 这个果呢也就不会太严重 甚至就没有 如果你存了这个心 虽然这个果不严重 你也要遭受比较大的果报 一切法由心向神 比如杀戒 你有杀人的动机 有杀人的预谋 杀人的准备 杀人的过程 最后把人杀死了 你几个条件都具足了 这就是构成了你杀耶的罪过 如果缺一个要素都不成立 结本有的罪过 如果忽然是无心而杀 你没有杀 甚至误杀 那都不结罪的 所以这个因心是很重要的 那行善它也是这个样子 比如道戒里面 忌杂挂剑呢 它说明心许 心里只是许了他一个东西 这里面都有因果的 忌杂是 这个是一个很有道德的人 伦宇孟子都有 对他都有赞同 他有一次奉国君之命 到各国家做外交访问 他佩戴了一把银剑 经过朝国的时候 朝国国君呢 就拿着他那把银剑把玩 就表现得很喜爱这把剑 当时忌杂就动了个念头 既然他喜欢 我就送给他 但等我到其他国家回来 我送给他 去到这里 好 等他几个国家走完之后 回来的时候 这个朝国国君去世了 去世了忌杂 他去祭奠的时候就把这把剑挂在这个朝国国君墳墓的树上 来兑现他原来的心理的承诺 这承诺甚至都没有说出来 心许了 那这个是威戏的 那这个是威戏的当下 这把剑就已经不是你的 就是朝国国君的 你必须要给他 如果你心许了你还没给他 你就犯道戒了 他是细微到这个程度 所以菩萨未因 那众生的心 心很粗躁 只是这个恶果来的时候 他害怕 他不知道这都是你多少恶因 所酿造的一个果 所以你把握到这个道理之后 你给树浇水 这是一个善心 只不过是你知识欠缺 最后结果不大好 这个因果不是太重的 但你要总结经验教训 你的善心要用一个善的过程 善的手段把它做好 这叫好事好办 不能说由于出现这个事情 以后我就不要去浇水了 你能眼看着这个树干枯而死吗 那你就不爱这个树 不仁爱 墨学虽起了往生七方极乐世界的决心 每天也能完成定课 但墨学发现 如果是漫长的逆境 时时逼迫自己 这时一开始会有勇猛心念佛 但念着念着 好像随着精力的减少和外境的逼迫 烦恼心又占了上风 感觉一下子懈怠了 然后随着自己经历恢复和听经文法 念佛的心又上来了 如此反复 想想如果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拼了命念佛求往生 很快也就过去了 如果是看不到边的逆境 就有种漫漫无奇的感觉 请问该如何走出来 如何应对大的逆境 尤其是时间较长的逆境 一切法由心向神 静缘无好丑 好丑全在心 你不要去追求外境怎么怎么样 外境是夜风所吹啊 你也把控不了 问题是我们对待各种逆境或顺境的态度 这是我能把握的 态度 认知和对他应对的行为 你把握住这个 比如逆境 你想想 你想想何为逆境呢 你逆境现前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种空性的思维呢 空性 你空性就会平等 或和服是转化的 圣和体性是平等 世界人追求的这种顺境 往往可能是毒害法身灰命的一个毒药 逆境往往是一个出身善法的逆增上缘 所以这个逆境来的时候 鲁家也讲 修身以四肢 你就赶紧尽得修业 你修这个身是你能把控的 来等待命运的转化 你不要天天盯着那个逆境去转 你不要被逆境把你转过去 你要心能转静 那你的逆境到底是什么 你可以分析 或者这段时间生病了 那生病了 趁这个生病就能 就能思考下人生的真相了 这段时间找不到工作 这段时间干什么都好像不顺利 都干不成 这个人倒霉严管制都身躯 你正好身惭愧心 忏过意识 这肯定是多生多劫 做了很多障碍过别人的事 今生就没有善言 没有贵人相助 于是这种惭愧心上 你开始就要去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逆境 那你去思维 那你去反省 那你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尤其是念佛 逆境的时候是最好念佛的时候 顺境还念不成佛 大家可以有做梦的体验 如果你这个梦境很顺利很甜蜜 你根本就想不到佛号 只有这个梦境很恶劣 老虎追着你要摇 冤家对他拿着刀要杀你 这时候你恐惧之余 阿弥陀佛就冒出来了 一定是这样子 以苦为师 苦难才会激发我们 所以这个梦子了不起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他能说出这八个字 你在忧患当中 能够产生善心 勇猛力 法身会灭 安乐的状态 就像温水煮鱼一样的 你在那里永远奋进不了 所以这个顺利的问题 你不要把它太分别 对逆境来了 你要欢喜接受 平静接受 慢慢转化 不要怨天忧人 地藏菩萨发愿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现在地狱还未空 为何祈求成佛的呢 你这个问题没搞清楚 地藏菩萨还是地藏菩萨 没有说地藏佛 是吧 说明地狱还没有空 它虽然可以成佛 但是由于说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所以他的成佛也是把地狱里面没有一个众生 全都度尽作为他成佛的前提的 他既能发的这个愿 我们不要怀疑 他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为什么在地藏法会上 十方诸佛都赞叹地藏菩萨 无量节以来 汉劳人苦在地狱里面度众生 现在地狱还没有空 还在不疲不厌地去度 按他原来同时 发菩提心的菩萨 早已成佛了 但是地藏菩萨 还是在菩萨里 他并没有成佛 为什么他没有成佛 这要追究到我们在座的每个人 我们举心度念度造作地狱的业 我们无量节以来 地狱是我们的归宿 所以是我们增加了地藏菩萨的工作量 是我们拖累了地藏菩萨成佛的时间表 所以我们要发心 地藏菩萨要给我们背负 厌重的重担 我们也要为地藏菩萨减点负 你看九华山画地狱的境界 其中有一个无常大鬼 很凶恶 他旁边一个牌子 就说 你又来了 什么我们就是下了地狱 地藏菩萨好不容易把我们捞起来 转眼又进去 我们的业障之身 正像地藏经里面说的 能深大海 能敌须弥 能障盛道 言佛提的众生举心动念 无不是罪 无不是灭 我们读到这一经文 心生惭愧 同时我们要学习地藏菩萨 这种悲乐 这种惊天动地的大乐 谁会发这个乐呢 谁不想赶紧成佛呀 那地藏菩萨为什么发这个愿 这就是他的孝道 的一种彰显 你看地藏菩萨在阴地 在地藏经说的三个阴地 其中就谈到 做婆罗门女的时候 他知道自己母亲去世 一定会到不好的地方去 他是一个孝人 他把所有的家庭变换 去供养绝花定制在王儒来 就是要求佛告诉他 他母亲到哪去 那时候已经是像法的时候了 绝花定制在王儒来 只是有一个形象 不是佛注释的时候 但由于这位婆罗门女的 孝心太真诚了 甚至败下去就是站不起来 全生命地在祈祷 就感到绝花定制在王儒来 陷在空中告诉他 你要知道母亲 以母亲的去处 你可以现在回家端坐念 绝花定制在王儒来的名号 那这位婆罗门女回去 就依佛所说 自成的在那念佛 念了一日一夜 他就得三昧了 念佛三昧 其一个重要的表示 他能够自己到地狱里面去 所以他就跟无独鬼王 有一个对话 那无独鬼王一看他来 就称他叫圣女 因为这个地方 地狱已经在大海边缘 海面上全都是这些 即将要下地狱的罪人 那能够到地狱去的人 只有两种人 第一是罪人 就像我们到牢房里面 你是罪人 光达一下把你关进去 还有是探监的人 探望监狱 或者是一个官员 他到监狱看 你们的措施怎么样了 什么 他是自由人 那只有这两种人去 那一看这个 佛罗门女通过念佛 所显现的光彩 在念佛上面光彩 它不一样的 所以无独鬼王马上恭敬 迎接他圣女 你来是为什么 那这个 佛罗门女就很关心他的母亲 到哪去 无独鬼王就问 你的母亲叫什么 约弟弟 那这鬼王说 这个约弟弟 由于他的女儿的孝心 供养绝化定 自在王卢来的 这种供养性 三天前 已经 从地狱里面出来了 升到刀底天 不仅他一个人 当时在一起的 所有的地狱众生 都一起离开地狱 升到了刀底天 地狱传菩萨视线的这一期 婆罗门女 以他的孝心救度了他的母亲 当下他限量的看到 不仅这一世的母亲 地狱众生 原来是他无量节以来 多生多劫都是他的父母 所以不仅要度这一期的母亲 而要度多生多劫的母亲 所以他才发出了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要度尽地狱一切众生 也就是地狱所有的众生 都是他多生多劫的父母 这种孝小 所以地狱菩萨这种大愿望 就体现了大乘佛法 最本质的特点 是一些众生等同自己的母亲 要把这个孝道发扬光大 所以这个孝是鲁家文化的核心 在佛教里面 不仅是世间的孝得以体现 乃至初世间的大孝 孝中之孝得到了彰显 有些家属在亡者死亡几个小时 且沐浴更衣之后 才联系祝念团要求祝念 祝念团应怎么办 再祝念还有意义吗 是啊 所以这个临终祝念需要一些启蒙 让大家第一了解祝念的重要性 第二是 祝念要在最好的时机 就是在他没有断气的时候 如果死亡之后 你还动了他的身体 沐浴更衣 再去联系祝念团要求祝念 这真的有一点马后炮的感觉了 就是他还是不了解这个生命的死亡的过程 但是作为祝念团的 这个团员联友来说 你应该要有慈悲心 虽能失去的最佳的时机 但他已经要求了 在祝念有不有意义呢 也还是有意义的 这个亡羊补牢 可能在进入中阴生阶段 你还是可以 祝念如法如律 因缘成熟 也是可以令这个王者得以往生的 所以你该怎么办 还是按你的赶紧赶到现场 这个跟他临终开导 中阴生阶段开导 尤其重要 而且中阴生阶段 他的听力 他的理解力 是比平时 被舒服在身体里面的那种能力 高出七倍 再就是我们 看唐诵时候的菩萨在前面领路 中阴生的这个人在后面跟着 其实他传达了一个信息 就是这些佛菩萨慈悲自己 他在一些众生的中阴生阶段就有化身过去 所以你对度年还是很重要的 有很多病临死亡的体验 他中阴生离开自己身体 他会看到自己的尸体在床上 他会看到他的亲人在那里啼哭 如果在医院他会看到医 医生还正在做种种的抢救 这时候他神是已经出来了 当他出来了 他会感觉到还是在执着 我是存在的 甚至那个中阴生的五蕴的身体 他也认为是真实的 这个身见我知 在中阴生阶段他还在延续 他就会觉得很奇怪 我还活着 为什么他们就哭啊 在那抢救完 我不是活得很好吗 但是他没有意识到 他已经不是生前的使命了 所以他常常会下来 想告知他的亲属 你们不要哭啊 我还活着啊 但是这时候 中阴生的身体 跟阳间的亲属 已经没有关系了 阳间的亲属 是不会接纳到他的信息的 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很孤独 他就飘走了 这时候他就中阴生阶段 就病临死亡 就慢慢地从浅度的死亡 到中度死亡 到深度的死亡 那深层的死亡 他会有一个隧道的感觉 自己神是进了一个隧道 非常非常的黑暗 他这个很焦急 很爬一个隧道 终于出来了 这时候终于出来的感觉 就是一片光明的感觉 好像有一个光云 很温柔地跟他有一个对话 如果他再进一步深度死亡 西方文化叫遗忘川 我们东方说就是一个河 这里就有一个人 叫孟婆 孟婆汤 她会给你喝一碗水 喝一碗汤 这个汤就是把你前身的记忆 全都遗忘掉 西方就叫遗忘川 那你再深度死亡 可能就会到敏界 见到阎罗王了 甚至这个过程当中 黑白无常都在跟着你了 压着你了 但是有一种情况 是他在进入深度死亡的时候 忽然阳间 世间有一个非常 让他放不下的事情 人和事 或者有一种很大的责任感的事情 他觉得自己一定要回去 完成这个事情 他这一念刷一下 就可以回到他的尸体上 他就活过来了 睁开眼睛 伸伸手 好像做了个梦 有这种情况 有这种情况 如果说你一段气 一两天就把它烧了 或者胀了 至少他神是一旦回来 自己的房子没有了 没有住的地方了 那你作为一个子女的孝道 就有很大的缺失 所以一般要停失七天 现在没有这个条件 也至少是三天 请问归一后 看老子或者鲁家的书籍 是否会破归一戒 归一佛 归一法 归一身 作为三宝地址 还是主要是按照佛典 尤其是大乘经典来修学 这是我们归一之处 但是作为我们中国人 对自己的本土文化要了解 尤其是老子的《道德经》和鲁家的《论语》梦子 更广义的就是《十三经》 像《上书》 《诗经》 《周易》 这其实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有读书人的基本的涵养 但这一块 由于我们从五四以来 对这块本土文化 冲击得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这几代人 对这个传统国学 缺乏了解 所以这二三十年 整个中国大陆的民间 宣起国学日 这是一件好事 那我们作为佛弟子 应该要以开放的心灵 去了解我们中国本土的文化典型 如果进一步来说 像《道德经》 也是谈道的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这些话不是一般人说得出来的 所以中国上古时代的 卢道是有些悟道正道的人 孔子给我们留下的论语 我们是要了解 但要读懂论语 还是不容易的 如果你没有礼记 诗经 上书 左传的一些知识背景 你可能读了也读不大懂 读不大懂 就会用现在的那种 望闻生意 或者现在的一些 知识经验去套 往往就不一定能了解 孔夫子的真实意 所以这一块知识的缺失 我们是要补上的 而且就从佛法来说 那有五称佛法呀 人天称也是五称佛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所以你开放的心灵 你也别以为它是外道的东西 它就是人天称的一种文化典型 它为我们打好助人的基础 然后下学而上达 进而能够天人合一 开发成名的信德 然后接上佛法 它是有正面的价值的 所以不要说 皈依之后好像就不能看这些书籍 看了这些书籍就破皈依之体 不是这个观念 当然我们还是要以读诵 大乘经典为主 这些道德经 鲁匠的典籍 可以兼待了解 相辅相成就好 好 好